大死是这一生当中要决定往生的 不能往生我们知道 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借了个法院 来生能不能带人生 能不能再遇到佛法 是个未知俗 好事做的再多 不一定能得人生 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 我们前面的时候 讲安世高同学那个故事 那是我们的接见 出家人明经好事 在现在讲好法斯 尖叫通大 又喜欢博士 只是每一天出去脱博 脱的饭菜不好吃 心里有点难过 就这么一点点毛病 现在看起来这是微不足道 没想到的时候 就还障碍他开悟 障碍他 修行 所以来第二生的时候 那是佛报 明经好事是佛报 躲到神道里面去了 做了龙王去了 所以你晓得说 这个有佛报 六道里面享福 有佛报的 前生都是修行 就是 这个烦恼习气 没有断了 把夜生的这个修行 换了来生的佛报 享福 就迷惑了 所以龙王夜生 造了很多业 人家恭敬 供养他 他就保佑他 不供养他 他就不高兴 就叫等人家 所以他自己很清楚 龙王学兽之后 死了以后 就 堕地狱 这是安石高 是个得道的高僧 救了他 让他把财全部捐出来 学财修复 建个道场 这样 他还是落在 这个神道 天神 他生逃离天 这是一般 没有智慧 没有定功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完全凭修复 但是修复你要知道 建这个寺庙 这个寺庙 真正提供 出家在家中修行 真正有修行成就的 才是佛保 如果你建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 神的造孽 没有真正修行 那你就 福就没修道了 你帮助别人造业 不但没有福 你最佳一等 你这个堕落的就更苦了 所以修复 要细心观察 就像种植一样 这个地方 土壤好不好 能种些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先去研究它 如果地方杀土 不能种粮食 你粮食种子 种下去之后 没有收成 所以你要认识福田 什么叫福田 你认错了福田 你就没有种到福 所以我常常讲 这个种福修福的人 本身他有福保 为什么呢 他才真正找到福田 我促学佛的时候 没有这个智慧 什么是真正福田 不知道啊 老师教给我 决定是福田 决定是福田 大小不一样 放身 是福田 吃施的 吃施放身 是福田 吃施放身是福田 不施医药 是福田 运送经书 是福田 这个里面 决定没有故事 的味道 我们下来 吃施放身 是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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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福田 优优独播 是福田